好 回到现场我先请教一下严老师 严老师你怎么样看这起事件 你觉得这个秦刚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 中国的外交部长大概是中国 除了我们讲说这个习主席之外 大家看到最多的 因为现在都是大国博弈 他也是国务委员 他也就是说 基本上这个是他 曝光率应该是很高的 那一个月了差不多 接近三个礼拜了 都没有出现 那当然会让大家起疑斗 那你用COVID COVID大概两个礼拜 大家会觉得说应该是可以 那所以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我们真的不知道 那现在有各种传闻出来 那我觉得赵立坚的部分 我觉得可以讲一下 就是你今天秦刚上来之后 把他从发言人 贬成了一个副市长 不太重要的副市长 那当然我们从大部分来讲说 今天发言人大概就是市长身份了 那你已经把他贬了 所以他会认为说 他的太太觉得说 今天是好日子 觉得说今天有点 有点就是栓回去了 有仇必报了 那我们不知道 他们内部到底有什么斗争 但是秦刚确实 就是说在上到 这个外交部长的位置 跟王毅两个有点类似 就是比较是提拔的早一点的 那就是有更自身的 可能有一些机会 之力比他更完整的都没有上去 那所以当然会有一些 就是受到各种的关注 就是你的对手 你的这个被你挤掉位置的人 当然会希望看到 你有一些跌倒的地方 所以大概这些情志 大概收了也有 所以他这个绯闻案也好 或类似绯闻案 如果今天真的是有的话 那我觉得绝对是 那一步斗争弄出来的 那因为他确实上来 是比较快一些 那如果按照年龄来讲 他要是一做 起码是两任十年了 就是这个习近平 如果我不晓得会做多久 但他就是有足够 他才57岁 对 那如果真的到67 七上八下还可以再继续 这个就是不是 不一定做外交部长 就是我的意思 他可以像王毅一样 做到72 就是会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那就变成下一个王毅 那这个就是会主导 挡住很多其他外交官 再上去的机会了 好 所以邀老师觉得说 是内部的权力斗争 是比较有可能的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亮哥 因为这个高瑜 他的推文有说 这个女的以前 有别的事情被抓了 那当然下面就有很多网友 认为说 他是这个女间谍 双面女间谍 这部分亮哥怎么看 不这个没有证据很难论断 因为坦白讲现在 传出来的都是海外的民运分子 不然就大纪元相关的 那高瑜也是跟当道不和 他以前也是媒体人 因为这个女生 这个最后一则微博是4月11号 那照片就是他带他的小孩 要去美国这样 所以人家就会想说 是不是因为事机败露 他就跑了 那之后就不见了 那人是不是在美国也不知道 因为我并不认为 以秦刚这个级别 他级别非常高 他是外长兼国务委员 你说会因为一个外遇 一个绯闻就要下台 我认为不可能 不可能这样处理 一定是 一定是牵扯到其他的事 而且我们现在也不确定 是不是下台 搞不好只是在调查 那当然大陆内部是说健康因素 说是新冠 那因为已经省影21天 这个新的变种非常强了 就是新冠有严重到21天 因为我在台湾最近 也有好几个朋友的新冠 一个礼拜大概就好了 所以是不是有并发症 得了其他重病 因为过去谣言太多了 因为习近平在好几次要接班 在重要的这个有斗争的时候 海外也有很多谣言 说他什么失踪了多久多久 说什么 后来证明都是假的 所以我是觉得这种事情 就是确实有点怪的是 这么重要的部长 怎么会21天看不到人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例子 从来没有 因为外长实在太重要 而且东盟外长会议 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会议 还要劳王毅去 因为很重要 所以王毅只好去 就是这个时候能够代表秦刚去的人 真的没有 就没有那个分量 因为秦刚刚上手 大概不到一年 那他也蛮认真的 所以各地都去了 各地都去了 中国外长在未来这几年内都是非常忙的 因为中国正在铺陈 在做各种多方的外交 所以是非常忙碌的 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比你想象的要复杂 如果是真的跟人事案有关 而不是健康因素 你观察对岸到目前为止的态度是什么 我觉得还没有结果 因为如果是非常严重 而且是直接有关 我认为人事处分就会传出来了 虽然还没有公布了 可是你大概就知道是没了啦 比如说中国大陆也有很多高官被 就不见了嘛 可是大家就会知道 大概是严重到什么程度 可是现在给我的感觉是在调查中 那至于处分的级别现在不知道 所以你觉得后续还要再等多久 调查也不一定是秦刚出事 而是那个女的出事也有可能 所以他可能想要了解 那个女的到底有哪些事 搞不好她的单位 因为她在凤凰嘛 那凤凰是北京香港这样来回的嘛 所以接触的人应该会比较复杂 那可能也在调查那个女方的部分 丽将军怎么看这起事件 我比较幽默一点来看 以前屠隆记里面 因素素告诉他儿子张无忌 不要相信女人 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但是他儿子张无忌不听 对不对 你看他张无忌 从元朝的赵明 对不对 这个波斯人小赵 对不对 包括儿媒派的赵紫若 古墓派的掌门人 后来娶了四个 一个比一个漂亮 所以说男生 英雄难过美人官 立将军他没有当官 但是对 亮哥讲得中 你如果说喜欢女人 你爱美人 你就不要江山 对不对 那你今天最重要就是你当官要有官针 尤其你当他那么重要的职务 我如果说觉得是被女间谍骗的话 那真的应了那句话 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对我们台湾也是一样 所以我奉劝我们台湾这边从这件事情 这个男生 尤其是有 人家讲说有权就是最好的春药 但是千万千万还是要注意到自己的官征 益将军我们以前那个罗贤哲就是被美人计 他是博生案 他那个我跟他很熟 他是怎么样子 他牵涉到博生案 博生案是中国最 我们台湾现在目前最机密的一个 三军情报链接的一个系统 这个电针系统 那他 中共就派了一个女间谍跟他接近 然后接近以后 对不对 去睡了觉 然后所有项面全部照相 在澳大利亚 对然后说你把那个机密交出来 就真的是很惨 最后被判刑 他比我小一届 罗贤哲比我小一届 所以我觉得 秦刚是不是因为是个女人 我们不敢讲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在台湾的话 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台湾 现在生小三的 对不对 在外面搞MeToo的 这个搂别的人妻的 然后照样没事 我觉得这样 若从道德的层面来看的话 北京方面比我们台湾的道德感要高 那个必胜客不是没事还升官 对啊 对啊我就说小三 还升官 小三 两哥我想问一下 在中国的政坛上 因为非文案而被拔官的多吗 不多 通常还是有贪污腐败 或者扯到其他更严重的事 不然现在海外有很多版本 那基本上我都不相信 有哪些版本 我不好讲 因为我不相信我干嘛帮他附送 都是有人故意去造谣 然后把很多事情都把他扯在一起 穿着附会 对穿着附会 如果那些是真的话 那非常严重 都非常严重 那那个就不是 不是绯闻而已 事实上我难以想像 因为秦刚你培养这样的一个人才 你看你要花多少时间 对不对 而且还取得习近平的高度信任 你说会因为一个绯闻就下台 我难以想象 他可能会被劝戒 说你这样不行 那被严重警告 如果是单纯绯闻的话 对如果是单纯绯闻 那 如果你间谍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 对对对 那就另当别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